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决定做木燕的诗的时候 我就没有意图要去诠释他的任何一首诗 反而是比较想要把木燕这个诗人 他的诗作 他这样的一个生命诗 放置在一个脉络里头来对照 那这个脉络里头其实是可以对照的 就是包括马来西亚人 以及跟台湾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些坑洞的道路靠什么来填满 那些因为错过便注定一辈子的深渊 那些文字思维的日子和柔走的情感 不是一首诗就可以了答的 坚信创作是串联华文世界的途径 从剧场推动马华文学剧场计划 以马华文学作为基础文本 邀请一马一台的剧场导演 针对同一个作家的作品 进行剧场诠释 彼此透过这个展演能够相互理解 也不是理解另外一个创作者而已 而是更理解说 这个文本甚至是这个文本 我应该或我可以怎么样去看 台湾导演蔡秦成 则以沐厌的诗作 台北为创作发响 完成作品 台北今夜我跟你睡 全是来自不同地区的人 对台北这个城市的情感 我们其实在做一个有关自己家乡的一个情感的作品 然后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不是来自于台北 可是因为我们都因为工作的关系 所以离不开台北 然后我们就对台北有某种情感 所以其实在戏里面我们有一句话是很有感觉 就是我们离不开台北 可是我们一定要在台北 那擦地板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它是非常劳动的 就是我们每天都很像小小小的 你知道苍蝇啊 乌托苍蝇都在忙都忙 是 在这个不知不觉的过程中 因为擦地板就像是一种工作的象征 那我们常常它的目标不知道是什么 像我们每天都在忙 那其实是为一种生活 为了家乡的忙碌 为了工作的责任 然后为了自己的梦想 将剧场跟马华文学结合 穷剧场要促进台湾跟马来西亚的深层交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